標準貫老闆的行為 並且他還欠我薪水三個月 怒控遭惡意資遣還扣薪 國民黨台北市員楊枝斗助理 出示對話截圖 說當初談好薪水四萬元 最後卻不符預期 未收到通知我就領三萬兩千塊 我當然會掙扎 我當然會反應啊 可是他去跟我說 他把我資遣掉 甚至連行政都要我幫忙做 小編我都要做 會抗我也要去 協調會也要去 三萬五是你當法案助理的這個薪水 未來有調升的幅度 我沒有叫他做圖做影片 所以這三千塊怎麼會變成說 好像談好了 雙方薪水談不攏 黃信助理還控訴 楊枝斗在七月底用LINE通知自己遭到資遣 相信今年曾呼籲中央要修法 歸幫助助理加薪 好讓助理有安全感 能穩健生活 長大比較不會變壞的楊藝園 對於勞動基準法的規定 肯定比我還要熟悉 對於楊藝園完全沒有附上任何事證 就解雇我的通知 還有七月二十九傍晚發訊息給我 叫我來六樓對職的楊藝園 我已經忍無可忍 他說我們用一個簡訊 就讓他之前是錯的 因為我訊息上面 我六月二十一號就已經跟他講過了 然後跟他說做到七月底 給他簽非資源離職 他就可以去申請這個失業補助 那我也答應說會給他一筆這個 優於勞基法的遣散費 如果他覺得有詐領助理費 他也可以提高 雙方各說各話 只是楊指斗近期才因為質疑 總統蔡英文確診 是為了不想颱風勘災 如今又遭助理大動作指控 冠老闆爭議稍不停 三立新聞李維廷 熱門軍英特報道